其實經過這麼多波的疫情 我想大家都知道這個疫情是否突然間不見了 Hello 大家好 很久都沒見了 這次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幾個月來我都在用的同一個布口罩的牌子 分享一下它的用後感 以及怎樣清洗 希望大家可以轉用布口罩 而不是用外科口罩 當然了 如果你要出入一些多細菌的地方 多病毒的地方 例如去到醫院的話 當然是戴回外科口罩 比較安全一點 記住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其實坊間有很多布口罩 我這幾個月來用的是在Organic V買的X-Pure 這個牌子是台灣的牌子 我買了兩款 第一款是Basic Basic我覺得比較大一點 你看到一戴上去 它是包著我的下巴 只有我的下巴 我的下巴在這裡 它是包著我的下巴 另外一款呢 這個是藍色 另外一款我買了黑色 你看到我的下巴在這裡 它剛剛好就遮住下巴 我買了這兩款 X-Fit和Basic 我會喜歡X-Fit多一點 因為它遮住我 剛剛到下巴 在香港比較熱 我就覺得 只到下巴就會舒服一點 沒有那麼焗 我只買了兩個 因為兩個其實都夠我 alternate 就是一天洗一天用 我買的時候也有留意過 究竟這個布口罩可以用多久呢 我看到它的指定說 它其實可以水洗大約200次 而且它說 如果你只是每一天上班下班 其實就不用每一天都洗一次 但是我就比較不放心 所以其實我每一天用完都會洗 但是如果你算分 即使你每一天帶完都會洗 如果一個口罩 一個布口罩可以洗200次 如果你有兩個 其實已經400次 其實已經可以遮蓋到一年以上 再加上如果你不是像我這樣 每一天都洗的話 我相信兩個口罩 已經可以耐久到大約一年半 至兩年 即是如果你不是每天出街的話 也不是每一次都洗的話 我用了這幾個月 整直香港的炎熱的夏季 它的確比平時的外敷口罩厚一點 這一點是無用之疑的 因為它是布的質地 所以不覺得特別要焗著焗著 其實中間反而我的皮膚 是因為戴完外敷口罩 會這裡出色的粒粒 但是我戴這部口罩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 那麽說 因為它是厚一點的 所以如果你要戴著它去做運動 我就極度不建議這樣做 因為有時候我會 比如在公司說話比較心急 想帶一口氣 說多一點話的時候 其實也會有一點覺得 無法呼吸的感覺 所以我就知道 如果你要戴著這個口罩 去做運動 是一定一定一定不行的 千萬不要這樣做 那我相信這幾款 因為我幾個月之前買的 所以現在買應該買不回一模一樣的了 現在出的款 根據我上網看 它應該在鼻子上會比較尖 有一點要提醒一些戴眼鏡 像我這樣戴眼鏡的人 就是其實它們戴完之後 在鼻子這個位置 都是有一個 硬著的 所以如果你戴眼鏡 你的鏡片比較大 你就會剛剛好頂到這個位置 變成戴眼鏡的朋友 戴這一款的口罩 就會有一點點不方便 因為眼鏡好像經常都會浪 這個也是你要注意的地方 講到方便 不如我跟大家說一下 回到家怎樣清洗 其實大家都會想 原來洗部口罩 是不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其實不是的 因為你每天回到家 你會洗手 我就會直接脫口罩一起洗 我洗完手之後 我就脫了口罩 於是再洗 洗完之後我就去浪乾它 其實它一晚已經夠乾 也不要放進機洗 也不要放進乾衣機 就這樣風乾已經足夠 我如是者每天 用A用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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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幾可 根據香港小小的天氣 都沒有幾可 是乾不透的 而且你洗的時候 記得不要扭它 好了 最後的tips 就是 因為外科口罩 可以積氣 但是布口罩 你每天都要戴上 所以變成 你的口腔清潔 就非常之重要 我聽過有人 不用布口罩的原因 是因為覺得 布口罩有股 是自己口水的味 其實真的不怪得 布口罩 我希望大家 如果你要轉用布口罩的時候 應該 注意多一點點 口腔清潔 對了 忘了說 其實我半年以來 不是真的不見了 我還是在製作內容 只不過我的主題材 就去了Podcast那裡 每個星期 星期六或者星期日 我都會放一集出來 說一個臨分之前的小故事 也有很多朋友 都跟我說很喜歡很喜歡這個Podcast 那我內容有些什麼呢 譬如在墨西哥的牛油果的故事 你知道嗎 又或者在印度的雲母 萬加拉日仔衣業 或者是加州的杏仁 這些故事都超級超級有趣 我也很希望你可以支持一下 或者聽一下 在我拍不到YouTube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的Podcast 然後今集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